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四十三集 是,他是突厥的诱沙贵人 三个月内来到了长安 靖安斯认为他假冒景僧 就藏在这座波斯寺里 张小精的语速非常快 他不能被这个爱拽文的波斯人掌握谈话节奏 都说了大秦警寺嘛 伊斯似乎被这番话打动 他眼珠一转 俊俏的脸上露出一丝兴奋的笑容 尔等先在这里忏悔 容再下去查看一下 看看所言是虚是实 张小精这回可真急了 扯着嗓子喊出来 这个突厥人背后势力很强大 不可贸然试探 请你立刻开门 交给专事捕道的属手来处理 哦 你说的是那两个被我关在告解市里的属手 伊斯哈哈一笑 用两只食指点了点自己的眼睛 我伊斯双眼曾受秋水所洗 你们所能识破的 我自然更能看穿 然后他不顾身后张小精的叫嚷 转身离开 伊斯大步走在走廊里 表情还是那么平静 可白袍一脚高高飘起 暴露出主人内心的踊跃 景僧崇尚苦修奸冲 一年到头连吵嘴都没忌讳 伊斯自负熟读中途经典 身怀绝学却一直没机会伸张 引以为憾 这次好不容易逮到一次机会 他绝不会轻易放过 若是那个男人所言非虚 这将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伊斯恰好走到正殿 看到十字架高高在上 虔诚的和长祷告道 我主在上 这次建功有望 必得朝廷青睐 可以证我警教本名 他早告完毕 直奔正殿旁的一片宅子而去 那里有一片菜棋 里头种着些瓜果青菜 景僧不分品级上下 都提倡亲历亲耕 所以宅子也修在菜棋旁边 一水的皆是平顶二层小石楼 伊斯身为执事 对景寺人员变动 知之甚详 一个月前这里确实来了一位僧侣 名叫普哲 速特杂胡 所持杜蝶来自康国景寺 身份是长老 普哲长老来到易宁房景寺之后 形势颇为低调 平日不怎么与人交往 只是外出的次数多了些 寺里只当长老热心红发 也不去管他 听张晓静的描述 这普哲长老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 他年过六十 寺里特意给他剥了一处二楼偏角的毒屋 伊斯叫了一个管宅子的景僧一起时机而上 他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唤了声 普哲长老 没回应 伊斯手一推 门是虚掩的 吱压一声 居然开了 这小厅里的陈设 与其他教室并无二致 窗下摆着一尊 留金十字架 两侧 各搁着一口拱顶方金箱 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 骆驼毛毡 伊斯一眼注意到 那沾毯正中 翻倒着一把纸糊 糊口流出赤红色的葡萄酒来 将毯子浸湿了好大一片 他立刻警惕起来 先把跑脚提起 掖在腰带里 然后脚步放缓 朝寝肩走去 伊斯一踏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普哲长老邓元的双眼 表情惊骇莫名 他的头 搁在门槛上 仰面倒在地上 胸口插着一把利刃 血肉模糊 长老的手臂还在微微颤抖 不知是一息尚存 还是死后怨念未了 伊斯大吃一惊 这 这不是那个极度危险的贼人吗 怎么反被人给杀了 身后那个警僧跟过来 看到着血腥一幕 妈呀一声的瘫坐在地上 伊斯眼珠一转 没有急着俯身去检查 也没忙着进屋 而是急速扫视了屋子一圈 就这么安静了几个弹指 他突然抄起手边的一个铜烛台 狠狠地砸向屋角 屋角那里摆放着两扇竹质小屏风 平时用来遮挡尿筒 他本身很轻薄 被沉重的铜烛台一砸 哗啦一声 应声倒地 从后头跳出一个蒙面的汉子 这点毫末伎俩 还想逃过我伊斯的双眼 伊斯半是兴奋 半是壮胆的喝道 这里的窗户方向是正北 又是二楼 正好对着遇到的光彩灯灵 伊斯刚才就注意到了 灯光照射进屋角 两扇竹屏风的影子之间 应该有一条光系 可有那么一瞬间 两扇影子却连在了一起 这就说明 屏风后面藏着人 想必是这凶手杀人之后 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听见了敲门声 他只能暂时躲在屏风后头 没想到被伊斯直接给喝破了 既然暴露 蒙面汉子也不废话 抄刀就向伊斯扑过来 伊斯略带惊慌的后退 可已经来不及了 他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了一个念头 刚才应该洋装无事 退下报关呢 可后悔已经晚了 蒙面汉子的刀迅猛逼近 伊斯不顾体面 整个人一下子趴在地上 勉强躲过了这一刀 还没等那汉子收刀再次 他顺手抄起了床榻边的一个暖角军炉 没头没脸的泼了过去 这暖角军炉是个铁挫子样式 内成炭火用来夜里取暖 伊斯拿起军炉往外一送 里头的炭火炉灰全都甩了出来 陡市之内灯石烟雾弥漫 伊斯趁这个机会爬了几步 脱离了蒙面汉子的攻击范围 起身把军炉握在手里 他忽然听到一声惨叫 竟然是跟随而来的管宅景僧发出来的 不用说 蒙面汉子一击一丝不中 直接把身后那景僧给杀了 伊斯大怒 这些家伙闯入景寺 还连杀两位僧人 这简直是对直视最大的侮辱 他把军炉里最后一点探灰 拼命往外撒去 然后跳到了木榻上 长老级别的僧人 榻边必然会挂着一根手杖 木料用的是山国的乌花果树 那里是景尊兴起之地 持之以不忘根本 蒙面汉子兵器犀利 但伊斯对屋子里的陈设更加熟悉 伊斯从墙上取下了手杖 心中烧定 他不需要赢 只要多坚持一点时间 自然有护士景森赶到 他倚仗着手里 手杖的长度优势 把蒙面汉子压制在屋子一角 那蒙面汉子很快意识到 对方在拖时间 于是没再过多纠缠 一转身 竟然从窗口跳了出去 伊斯急步跑到窗台 往地面上看 没看到对方的踪影 一抬头 发现那汉子 居然借着梁台的凸面 翻上了屋顶 真以为我们景森都是文弱之辈嘛 伊斯冷笑一声 用口咬住手杖 双手反手攀出窗台上缘 身子一摆 也迅速地翻到了屋顶 景森的屋顶平阔 极适合奔跑 两人你追我赶 一个个屋顶越过去 脚下片刻不停 蒙面汉子固然伸手矫健 伊斯也不让分毫 甚至灵巧上还更胜一筹 伊斯自幼生长在西域大漠中 平时最喜欢的活动 就是在各处石窟沙窟之间飘来荡去 久而久之 练出了一身 攀缘翻越的轻身功夫 任何高险之地 皆能如履平地 他自称叫做跑窟 刺客这么逃 正好遭到了他的痒处 眼见伊斯越追越近 那蒙面汉子又一次越过两个屋顶之间的空档 蒙一转身 用刀刺向半空 身后的伊斯已经高高跃起 向着刀刃自己撞上去了 他半空中无法避让 情急之下 把白袍前摆往前一撩 猛然扯动 把刀尖 拽偏了几分 勘勘从尖头刺过去 划开了一道血痕 伊斯借这个事 一头撞到了蒙面汉子的怀里 把他顶倒在地 两人在屋顶上滚了几滚 扭作一团 伊斯松口握住手杖 一边砸他的头 一边恨恨的喝道 我好歹也是波斯王子的出身 岂容你在这里卖弄 他正砸着 忽然一只弩箭破空飞来 正盯在伊斯的目障头上 若再偏个半分 只怕这箭就刺入伊斯咽喉了 趁他一愣神的功夫 蒙面汉子一下推开 纵身跳下了两层楼去 伊斯没想到 这个刺客原来还有同伙 他几步跑到屋顶边缘 看到圆圆有一人 手举弩击 正对着自己 连忙一低头 又是一箭 擦着头皮飞过 趁这个机会 那蒙面汉子 已经从地上爬起来 一瘸一拐的 跑到那个弩手身旁会合 弩手把弩机一丢 两人穿过八棱石床 静止奔景寺大门而去 此时再追过去 已经来不及了 伊斯指的大声呼叫 指望门口的那些僧侣能听见 那些景僧正忙着向游人分发礼品 周遭喧闹得很 哪会想到会有两个刺客 从身后跑出来 但在门口的并非只有他们 那一批吕奔军士兵 遵照张晓静的命令 早守在门口 一看到这两个人杀气凛然 纷纷抽出利刃 拉了一个扇刑围过去 两个杀手反应极快 立刻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铜钱 刷的朝天上抛去 落下如天女散花 周围的游人纷纷喊道 散花钱啦 散花钱乃是长安的一个习俗 赏灯时抛洒铜钱 任人减时 散得越多 福报越厚 但这个陋习屡屡出事 被官府所尽 游人们听到 有人居然公然敢洒花钱 无不惊喜 一传十十传百 顿时无数民众 朝这边涌来 男女老少 轰强成一片 场面灯石大乱 等到钱捡的差不多了 两个杀手早已顿去无踪 剩下十几个旅奔士兵站在原地四处张望 这时 伊斯已经翻向屋顶 赶到门口 看到这一幕 连忙问道 你们是不是有个都尉叫张小静 村连古墓 士兵茫然地看着他不说话 就是脸上全是皱纹 还瞎了一只眼 没错没错 是张都尉 士兵这才恍然大悟 伊斯摸摸脑袋 俊俏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饶他口才了得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位军官解释 这位张都尉 刚刚被自己给关了起来 光德坊静安司 最先遭遇袭击的是一个传送文书的小吏 他正捧着一封消息 朝大望楼走 忽然看到十来个黑影扑过来 他刚瞪大了眼睛 就被一把短戟刀刺穿了咽喉 然后遇袭的是两名守卫 他们负责把守后花园 与前面大殿的连接处 正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 忽然两人身子同时一将倒在地上 国警处分别插着一根弩箭 为首的黑影走到这里 暂时停住了脚步 他就是刚才爬上大望楼的人 也是这一对人的领袖 他俯身把弩箭从两名守卫身上拔出来 重新装回弩机里 然后做了个安全的手势 同时说了一声 Clean 五个黑影立刻向前 分别抢占了高处和侧翼几个地点 将弩机对准了通往后花园的那条路 然后另外几个人折回到水渠的缺口 拖过来几个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们打开口袋 每个人从里面拿出了一具简易的机桶 和几个小桃罐 这种机桶是一个竹缘桶 前有孔窍 后有水杆 水杆的一头裹着压实的棉絮 塞入桶内 这样一来 只削一拉 便可从窍口吸水入内 再一推便能喷出去 这东西原本用于灭火 但极易损坏 送出的水量量胜胜于无 所以并不怎么普及 若是只用一次倒是相当趁手 他们有条不紊的 用机桶从桃罐里上水 首领站在原地 看着远处靖安司大殿的眼角 充满了杀戮前的兴奋 他忽然抬起手 把面罩摘下来 往嘴里扔进一卷薄荷叶 面无表情的咀嚼起来 龙波的那只鹰勾大鼻子 在夜空下分外猙獰 在这期间 陆陆续续又有两三个 如厕的靖安司小力走过来 无一例外的全被瞬间杀死 尸体全数丢在了旁边的沟渠里 等到所有人都装好了两具机桶 跨在身上 龙波用速特语发出指示 分成三队 正殿一队 左右偏殿各一队 另外负责左偏殿的兼顾后殿 突击开始后 对守卫用弩 对纹力用刀 对物品用机桶 勿求第一时间控制局势 他又强调道 所有这些行动 必须在一刻之内完成 众人同时点了点头 龙波把嚼烂的薄荷 吐在地上 重新把头罩戴好 走 给静安司的诸位长官送灯去 告解室的小门被光当的一声打开 久违的光线重新进入眼帘 谭琪和张晓静同时眯了一下眼睛 有点不适应 伊斯倒是没有遮掩 主动上前致歉 急驱敖牙的话说了一大痛 又是永思却旧 又是痛自克责 几乎把前朝罪己照 都要背过一遍 谭琪毫不客气的打断他的话 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伊斯自知理亏 把刚才的事情重复了一遍 张晓静听得脸罩寒霜 顾不得跟他计较 说立刻带我去看 重伤的普哲长老 已经被抬到了一处静起室中 由寺中的医师抢救 他胸口中刀 伤口很深 人早已昏迷不醒 张晓静走进仔细端详 这是一张满是村列的狭长马脸 鼻阔眼裂 绝非中土面相 不过要说是突厥脸 也不好确定 这事很麻烦 普哲长老到底是不是诱杀 目前无法证实 而静安司必须要实诚确认 才好开展下一步工作 他的寝居已经被搜查了一遍 除了那一份杜碟 没有其他和身份有关的东西 而且那份杜碟的价值也不大 突厥人完全可以伪造一份 甚至可以抓一个真正的普哲长老 杀掉人 把文书留下便是 张小静沉思片刻 俯身去扯 普哲长老的长袍 一丝盲道 唐突法体不太妥当吧 谈其冷冷道 若他是突厥又杀 还谈什么法体不法体 他刚才被关了一肚子的怨气 对这个自作聪明的蠢职士 切齿痛恨 张小静把衣食赶开 掀开袍子 露出一具苍老的肉体 在小腹右下方 有一条触目惊心的长疤痕 如蛇具侧腹 两边肉皮翻卷 张小静伸手摸了一回 抬头说 这是磨刀的伤痕 磨刀 饼长四尺 刃长三尺 是唐军专用于马战的精锐装备 看扒痕的长度和位置 这位应该是在马上 被横切的磨刀 斩中了半刀 居然没死 真是命大 张小静再把他的下胯扯开 大腿里侧有厚厚的磨痕 应是常年骑马的痕迹 而两边的腰外 则隆起两块弧形茧子 如果一个人 总是身穿甲皱走动 摆动的裙甲下缘 就会摩擦皮肤 磨出这样的痕迹 而且还得是品级极高的甲皱 常年骑马 常年披挂 还被唐军的磨刀锁伤 这位与世无争的普哲长老 身份昭然若揭 我知道为什么突厥狼卫 要绑架王中寺的女儿了 果然是诱杀贵人的私心 张晓静起身拍了拍手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